回歸25周年 你預計恆子會否站穩在100天線樓上 即是21,722點的水平 其實因為6月9日 都見過碰到一碰100天線 之後就很快回落了 這個星期你又怎樣看 可能有機會上升100天線 但之後會不會再回落 我自己覺得可能性很大 因為你看到我之前都在說 美股對外圍方面不是特別有信心 我從來不會想 會出現一個狀況 就是美股不行了 那些資金都離開港股炒上去 你看港股上個星期都可以 但前提是美股都可以 即是環球股市 我相信在未來這段日子 即是說下半年 第三季這些時間 或者一兩個星期的走勢上面 我自己看都是齊升齊跌的 應該現在目前的市況 未去到有條件出現一個 一邊升一邊跌的狀況 你好像說一兩年前 因為中港兩地 有很多監管因素限制著 港股跌 未股性 這些狀況是可以出現的 但你現在說 環球陷入一個衰退的風險的情況下 雖然內地是有優勢的 有很多財政政策 可以支持到很多扶持經濟的政策出來 但是會不會完全出現一個背遲的走勢 這個就是新興市場的救病 因為太依賴外資去賣他們的相關資產 股市A股也好 港股也好 有很多外資參與 如果外圍真的不行的時候 都一樣會跌 只不過跌在幅度會少一些 所以你問港股怎樣判斷 100天線有機會升穿的 但是站不站得穩就兩樣東西了 所以如果你短線走勢的話 他們100天線樓上 我更加主張識乎的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你一直以來想著撈底 做一些長線部署的話 我們在說什麼 分柱級立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看看你是一柱過還是什麼 你如果一柱過的話 即簡單一點這樣說 你也不聽我說的東西 這一刻其實老實講一句 你沒有必要聽的 我會這樣說 我會主張真的分柱慢慢收集 在這些市況上 你突然間因為高位走 一柱過這樣買 那你真是難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一柱過這樣算 不斷地推高自己的指責位 你現在未來升穿100天線之後 就用100天線作為一個落車位 不要抱著一個叫做 古頂、古底的心態 短炒永遠都是這樣的 但是港股的狀貨 你覺得有沒有機會再試兩萬點 做這些水平 我也想不到為什麼沒有 即如果你真的全球含入經濟衰退 環球股市都要跌的情況下 港股只是跌得沒那麼深 可能最壞的情況 是18000點的位置 但是你說道指 標普500 你看看得淡的人 全部都兩三成跌幅 還有機會出現 所以分別就是這樣 我不希望未來會出現一個背景的狀況 至於港股這個星期應該沒什麼特別 但是下星期開始 就會陸陸陸陸陸陸陸有些刑警、刑器 那些相關因素 港股就沒有那麼快到業績期 但是那些刑警、刑器 wird很快 現在都有些公司推出了刑警、刑器 所以你以後市來說 我自己看見 Erfahrung 其實別特別是樂觀的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如果你的 claimed要有機會勝算 你可以以近Pin 100天才作出 謝謝 我以为我